调整一下 什么今天好特别 哪特别了 哪里特别了 因为 因为 太累了 只想躺在床上 什么哪个发型 这个发型吗 也不是很特别吧 太累了又累又困 而且我现在 我现在 我今天特别傻 我没有戴隐形眼镜盒 我等会隐形眼镜摘了都不知道放哪 现在没有躺着 我现在坐着 坐着躺着 你们都分不清楚吗 怎么可能是躺着 谢谢少年送的秋天的奶茶 什么 跳王牌的时候笑的好开心 我不是开心 而是 你跳开心的歌 你必须得笑呀 你不开心你也得笑 我不是笑的开心 而是 我必须得笑 谢谢小小情 送的秋天奶茶 元气倒也不至于 那也没有不开心 只是并没有笑的很开心 谢谢卓胖子送的秋天奶茶 强言幻笑道也不 也没到那种程度 谢谢路西亚送的秋天的奶茶 好晚了 马上12点 明天 对 我好困啊 我不知道为啥 就是明明睡的时间挺多的 谢谢九哥 鸭鸭鸡丢了一个 送的香水 谢谢 MC3 没看尽兴 没看尽兴可爱心 因为时间限制嘛 就是玩三轮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最近脸 钻的越来越远 我感觉我是不是胖了好多 谢谢睡不着的切书 送的 一个喜鹊闲枝 晚上好 我没有瘦啊 我哪瘦了 我没有说过我瘦啊 动作接龙是啥 困了 我不睡 我刚开直播你就让我去睡 你要睡你自己睡 我真的好无语啊 我刚开直播 你去睡吧 你困了你就去睡 你就去睡 咋的催我下播 不想见到我 别人都在 都在直播呢 谢谢 谢谢蓝色双鱼色的新库耳坠 早上好 早上好 我脸没有瘦 我脸胖了 而且又胖又肿 不想让我骗鸡腿 就不要看我的直播了 哪呢 又想 又想 看我直播 又想让我早点睡 又不想被我骗鸡腿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对吧 谢谢少年送的 西区贤知 什么叫我别名嘴 就不远 累呀 累 好久没跳过这么多首歌 累死了今天 尤其是最后一趴 累得要命 就我这个坐姿怎么坐着都不舒服 今天可能开不了多久 可能开不了多久 开会儿会儿 而且我刚刚吃了辣的 我吃了牛肉粉丝汤 我现在嘴都还是有点辣的 辣的肿 肿 肿 我今天好结巴呀 我没有牛奶 还有十分钟中元节 哇 哇 好隆重的节日呀 明天不换 明天还是拒绝指教 鱼花成蝶吗 鱼花成蝶 其实还可以 就是蛮元气的 歌也不是 歌也都还挺好听的 你中元节过生日啊 我觉得你说话真的好搞笑 你你我觉得 你说话真的挺有毒的 对 雨花成蝶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我们当时就是不是很喜欢雨花成蝶吗 结果跳了之后大家都真香了 什么来根烟 你要抽你自己抽去 我可不抽烟 对啊 谁中元节过生日啊 搞清楚 哎对哦 中元节是7月15 我还有整整好一个月我就生日了 我还有整整好一个月 正正好一个月 因为我生日是8月15 刚刚好一个月过生日 感觉这个灯光 好奇怪哦 我脸真太远了 什么呀 我农历呀 你们不知道我农历中秋节过生日吗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我农历8月15 出生的 我天哪 你们竟然不知道我太伤心了 中元节送什么 中元节还能送什么 你们一人送我一杯奶茶吧 每年都不一样啊 有时候 有时候是10月 有时候又是9月 每年都不一样 我记得去年 哎去年是什么时候 我也不记得了 谢谢 9个 应援棒 谢谢蓝色双鱼的奶茶 谢谢勇敢的哈尔斯的奶茶 谢谢少年的奶茶 谢谢凯恩的奶茶 你们不会真的不知道我中秋节出生吧 你们真的 你们真的 不会吧 不是吧 不是吧 我真的要伤心了 我真的要难过了 我是过我进团之前 我都是过农历的 因为中秋节嘛 就是节日 一般都是跟着节日一起过的 因为跟着节日一起过 就比较有吉利 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 进了团之后才过阳历的 谢谢朋友伯恩的生日礼物 19年 对啊 我19 19岁那年 就是刚刚好9月27号 生日 谢谢小飞飞呀 送的秋天奶茶 所以我当时出生的时候 然后就有人说 干脆给我起名叫刘中秋 最后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爸爸叫刘中华 就说刘中中秋听着 就跟刘中华是 是那个兄妹 然后就没有叫这个名字 还好 差一点就叫刘中秋了 别别别别开玩笑 我爸爸真的叫刘中华 别开玩笑 别开玩笑 不要拿这个开玩笑 不太好 查什么 搞得像大家都不知道我多少年似的 那无所谓啊 我01年属蛇的天蝎座 对啊 就是说像一个辈分的 所以就最后没有叫中秋 还好 差点叫中秋 你想中秋这个名字多土啊 对啊 对啊 我爸爸叫刘中华 这没有 这怎么了 上一辈的人起名字不都是这样起的吗 不是中自卑 没有中自卑 我们那没有中自卑 因为我 我大伯叫刘刘盈春 就是盈春花的盈春 蛮搞笑的 就是有点像 女人的名字 然后我 我姑妈叫刘小雨 感觉我今天这灯光好奇怪啊 为什么这么奇怪 我去调一下灯光 你们先打会儿补课 我知道了 因为我没有开顶灯 哇哇 哎 这个灯光是不是好一点 好像也没有好到哪去 我脸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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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啊 难呢 这个灯光是好像是好多 不许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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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来 嗯 你要去哪里 他要跑 不要让他跑 不能让他跑 开了个白灯 好像就好很多了 弄弄他不想营业 回来 你就在我手上趴着 嗯 喃喃 喃喃 哈哈 那这表情好呆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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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喃喃 发现所有猫都是往上看的时候就变好看了 嗯 呵呵 看镜头 三百六十度跟踪 喃喃 要你清楚看见我的美 月光 晒干眼泪 哎 哪一个人 娜娜说你们看过我的样子吗 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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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 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 这个角度好搞笑啊 认识诺诺鼻子上的白斑 没有他现在很舒服 他都咕噜咕噜了 他现在都咕噜咕噜了 他喜欢 什么 我助理女助理善待主播 什么呀 我怎么不认识啊 我又不是文盲 我好歹是上过大学的 我怎么连鲜罗的鲜 我都不认识啊 你把我想生什么了 谢谢空有波的书子 真无语 对猫咕噜咕噜 就是叔叔的意思 就是说好舒服啊 好快乐 就是咕噜咕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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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no保的 没人给我吗 觉得no no可爱的 一人送一杯奶茶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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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人气高不高了 谢谢很夸大地找小蛋糕 你看你好 我都没人喜欢你 谢谢巴尔米斯 金米西 送的奶茶 谢谢开二人的秋天的奶茶 谢谢 你们就知道说对不起 你们都不喜欢 你看no no 人气好低 no no人气没有我高 no no 你的人气高 还是我人气高 喜欢刘贤的 送我一杯奶茶好不好 哈哈 谢谢刘贤 不要脸 爱就是要用鸡腿衡量 谢谢露西 送的奶茶 天呐 我只有一杯吗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谢谢少年 送的秋天奶茶 我人气这么低 谢谢蓝色收益 送秋天奶茶 谢谢K02送秋天奶茶 谢谢傲娇的游戏的奶茶 谢谢给我一点温度的奶茶 no no身上香香的 我给它换了新的猫砂 我这张说好像有点不对 就是猫砂 香香的 所以no no现在身上是猫砂的味道 香香的 我感觉张说好奇怪啊 但确实是香香的 香香的 香香的 真的是香的 昨天刚给它换的猫砂 香香猫砂 它现在身上都是那个香味 好香啊 香香的 去问猫砂盆道士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了哈 no no要睡着了 它太舒服了 我觉得我要换个角度 我今天都好丑啊 今天好丑啊为什么 是我今天的发型的问题 好奇怪啊 好奇怪啊 调整一下 怎么能让我自己变好看 今天这点毛没用 对 还是我刚刚吃的那个东西让我 让我 嘴肿起来了 因为我是拿手架着手机的 所以没有办法像支架那么稳 我嘴都肿了 腊肿了 我没有支架 我哪有支架 而且我现在坐床上 我哪给你整支架 好多毛啊 等会儿 对 我终于来了 你看到我给你画的头像吗 我发房间里了 我发房间里了 记得查收 如果不喜欢的话也没办法换了 将就 你竟然没看到 哈哈 呃 倒也不是莫奈的画风吧 流行画风我碰不起这个词 我发房间里了 你可以去查收一下 查收一下 什么 有点美术深感 那必须的 我 我至少画镜物还是绘画的 剪刀也 剪刀也那么难画了吗 刘奈 什么呀 对 喜欢的扣衣 不喜欢扣眼珠子 就是 必须给我喜欢 不喜欢也没有办法了 莫奈的话有点像我的 天呐天呐你这个整的我 我像是已逝的那种画家一样 听起来像是过世了的人 画卡通 因为 我卡通的好画呀 英文 英文就是你自己百度吧 scissor hand a nd 什么 莫奈人称小流行 哦天呐 别给我碰这个词了 我碰不起 什么个人画展那不要个人画展我得画多少幅画画死我得了我才不要因为为什么呢我哎我虽然画好画的好吧但是确实我本人是不太喜欢画画的所以我因为画头像是因为大家定了所以得画要是自己品尝没事我一般不会画画 油画帮画的人物头像对我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油画帮画过就是最开始我用油画帮画那会画的也挺好的 三四十个可能真的有加上如果加上最近的ID的话可能真的有啊天呐 什么 什么 画头像原来是为了鸡腿 啊 哎 你这个话把我说懵了不是为了鸡腿是为了啥你告诉我 我是为了 反馈你们对我的爱吗 哈哈 那倒也是对没错我是为了反馈你们对我的爱 当然肯定不是为了鸡腿鸡腿什么的都是浮云 我刘玄你看看不上的好吗 对啊我不是很喜欢画画 对没错我们是双向奔赴回馈回馈 这叫回馈 哪是是为了鸡腿啊 我虽然我再不喜欢画画但是没办法为了大家我就是要画画完 哈哈哈 共虚关系共虚关系什么意思啊 什么啊我给你们提供了什么 今天今天会翻一点会翻一点我今天看完之后然后又生又我今天在房间里说完好有好多翻牌之后然后又多出来了好多翻牌 这两天会给翻完的 天呐我脸上全是猫猫 什么双向奔赴是相遇问题单向奔赴是追击问题 哇怎么到了这么这个层次的解析了 他们一年四季都在掉毛是吧nono 什么是鸡兔同龙问题鸡兔同龙问题你去问你的数学老师 没有刚刚抱着他他就一直在脱毛他一直在掉 nono 哎谢谢9999送的浩瀚星海 谢谢999999你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 我知道念他id的时候就是得嗯那个卖萌揪揪揪揪揪就是要嘴嘟着 谢谢可爱喵家汉堡的喜鹊贤 鲜油鸡还是鲜油蛋 嗯这个这个命题我觉得不好回答 这个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没研究出来你来问我一个普通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你觉得我能回答你吗 全平台换上新头像你喜欢吗这个头像 因为我想想你说你说不是很想要卡通的但是我又我又感觉我画的那个虽然是近物吧但是还是有点点偏卡通 所以你查到那个后面的英文英文是啥了吗 查到了吗看我满眼期待你查到了吗 什么先有鸡蛋 那没有鸡怎么会有鸡蛋啊 我确实最近一直在画卡通的 低调奢华 蛋到鸡再有鸡蛋再有鸡再有鸡蛋 那没有鸡鸡哪里来的蛋 什么盲猜是剪刀手执意 确实是执意 但是我去查了一下没有问题确实是 确实就是剪刀手翻译过来 什么皮卡丘头像 确实那张我画的最好 但是嗯就是比较伤心的是我 到现在都没有见那个人把头像换成过 我的那个我画的皮卡丘 哎有点伤心 见金有时候还是能见到 但是就是画完之后很上很上一段时间都没有见他换过 然后在想他是不是不喜欢 不是他不是不算是我的粉丝 但是看到他就没有见他用过 其他后可能吧或许吧 转了鸡腿就好 是转了鸡腿就好 可是我也画了我也费了精力啊 我不是白转的 当然个人有个人自己的选择 对没良心没良心 搞笑我真的就是为了转鸡腿的 那我为了对我们这是双向 就那我为了转鸡腿 你们怎么不一人给我送一个 喜鹊贤枝 谢谢 谢谢 开轮是这样读的吗 送的喜鹊贤枝 谢谢蓝色双鱼送的喜鹊贤枝 谢谢很挂大地找小蛋糕送的喜鹊贤枝 谢谢给我一点温度送的喜鹊贤枝 好想学说东北话呀 好想好想学 我感觉我经常在说这个 经常都说我很想学东北话 但是经常的没有一直都学不会 谢谢给我一点温度送的喜鹊贤枝 哎呦我是不是感谢过 谢谢陆细啊送的谈目书 谢谢一直都很饿的QQ送的喜鹊贤枝 谢谢风鸣呀送的喜鹊贤枝 对啊我得送红莫呀 那我要说你们一人给我送一个浩瀚星海 那我说完之后冷场了 那我岂不是很尴尬 谢谢蓝阳纳多多送的喜鹊贤枝 我没去东北玩想去想去 一直想去我想去的哈尔滨 但是一直没去成 因为因为因为冬天有点冷 谢谢游月送的好安心海 感谢感谢好人感谢好心人啊 我要哭了啊 哭出来了 哎我真的想哭过 鼻子鼻子红的嘴唇红的眼睛也是红的啊 哎 谢谢正同粉丝猪霸天送的夜碟 你好呀猪霸天 谢谢猪霸天送的夜碟 感谢感谢 感恩感恩 你在你不说不说话就默默的送个礼物 这叫这就叫低调中的奢华 什么冬天要到了 我就是想冬天去但是有人跟我说冬天去哈尔滨能会冷死 但是我感觉就是冬天去哈尔滨会有意思一点吧 对人很话不多 五一去的在下雨好冷 对我就想去哈尔滨看那种什么 去吃冻礼 然后喝冻饮料 然后吃烤肉 然后去哈尔滨看冰雕 对就感觉冬天去比较有意思 但感觉真的会冷死 虽然我没有那么怕冷吧 但是 中元节 中元节快乐 本来想说中元节也没有什么快乐的必要吧 但是快乐快乐尊重每一个节日啊 零下三十度天哪我就耳朵要冻掉 小时候去哈尔滨洞哭了真的哭了天哪天哪好可怜 干嘛打问号干什么打问号 室内热到上火 我昨天我在清日文和张雨昕的房间里面发现了一个 那个开暖气的开暖气的玩意儿 然后我决定今年冬天如果冷的话我就去买一个 他说几百块钱比空调管用多了特别热乎 暖气片暖气炉 不是就是一个炉子就是不是烤炉子就烤脚烤一 烤一局部 然后但是那个那个他们的那个是整个屋子都会热乎的 他说还好他说比空调要没有空调费点空调更费点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电暖气吧大概就很长大概有一米五 一米的样子可能有 湖南特产是啥 辐射大 啊 耳朵冻伤过就小时候吧我觉得小时候冬天特别特别冷 但长大之后觉得冬天也没有很冷我我小时候穿秋裤我还冻的 然后班上很多同学都手上都生冻疮 虽然我从来没生过吧 但我现在冬天就是我就穿一件 羽绒服里边就穿一件卫衣 就没了我就不穿了 要不然就是嗯一个衬衫 就是普通的衬衫长袖衬衫 然后外面配一个大衣或者毛衣就穿两件 然后我冬天真的不怕冷啊 完了之后我冬天就比较喜欢嗯穿长裙嘛就穿长裙 就很好我里面可以穿光腿神器穿厚的光腿神器 然后配个袜子 然后又不露脚 真的很暖和就够了 没有说不穿了真无语 什么对现在衣服也挺挺保暖的 不冷没有说不穿裤子呀就我比较喜欢穿长裙而已 穿长裙就等于不穿裤子吗我真的是无语了 露小腿露小腿那是穿着光腿神器的 我可不敢纯露小腿那会那还是不太行的干不住 而且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冬天穿短裙还确实也不太合适 前几年就比较土的时候还是会穿短裙的 然后这几年时尚了发现哎冬天穿短裙好不搭呀不行 不能得穿点冬天冬天适合用的冬天适合穿的衣服 哈尔滨室内穿短裙棉大衣穿两件 我真的好想去感受一下好想去啊啊 去年就有朋友就约我去来着 但最后因为太穷了没去成 我又不怕冷我怕热我也不怕冷 我真的很怕热但是我我冬天基本上没开过空调吧 但是夏天就天天开 但我睡觉是不开因为我今天我每天晚上睡觉 我忘记关空调我会被冻醒 去墨河墨河成哥好像在墨河 他家好像是墨河但墨河有点太北了吧 我听他说就是打低五块钱 我听他说要坐车要坐好久好久的车火车 雪香还是不去了那边太冷了 我怕我受不了 太远了太远了去年也是老刘他们就说在商量着要去墨河 说去墨河就去特别北的地方 东北那边婚宴在早上啊婚宴在早上 我们四川都是中午的婚宴 但是会看凉凉成吉日啊可以看几时 就是基本上都是中午 有的时候是十一点过有时候是十二点过 去年有一天四十一度四十一度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去年夏天我怎么没有什么感觉啊 不吃两顿啊就中午那一顿 就中午那一顿 但我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吃酒席的一个人 因为我 虽然酒席上好吃的东西是真的多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吃酒席 所以我每次吃酒席 我就吃一会我就跑了 吃一会就跑了 也不是因为吃不饱吧 就是那个氛围 我感觉我不是很喜欢那个氛围 就坐着一堆人在那坐着 然后面前摆了一桌子一桌子的菜 我真的觉得还不如给我开一个火锅 我就坐在火锅我那大吃特吃 对我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吃酒席 也不是因为桌上人不认识吧 可能我从小就不喜欢吃酒席 我一般都是会跟熟的人坐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哥哥姐姐坐在一起 我想我我六月我回家参加我妹的那个婚礼的时候 当时我们我们我我们好几个姐妹就叫了一桌 我们那桌全是女生 然后加一个那个他们他们的那个弟弟 然后就说我们这一桌只有美女才能过来 然后全都是女生年轻女孩子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比较年轻的姐姐 就是还有年轻的阿姨 就是我们那桌男的不许来只有美女才能坐 但最后还是嫁了一个他们那个他们的弟弟 自助 自助餐婚宴 哇哦感觉不错哎 对我们那桌都是年轻人都不喝酒的 我们都喝果丽城 酒席标配果丽城 还有豆奶 嗯 自助的话想不出来自助会自助个啥 酒席 酒席 我想酒席 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 因为酒席都有一点点油腻 你 对都是要同龄人坐一起 西餐吗 西餐倒也还行 但感觉吃自助好浪费呀 嗯 但我们这边好像没有吃自助的习惯 吃起素材都好油 对啊就是很油 那也得都吃那也得所有人都得吃完 你光约束你自己没有用呀 当然这个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 别人爱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你们要怎么思考那你们你们思考 但不是我可以我去想的范围 什么广东酒席必有白切鸡 我想到去年年庆功宴的时候吧 年末庆功宴 不是庆功宴 就是年 那个叫什么来着 年中的那个年会 你就在中心开的吗 忘记年都是去大酒店 嗯包包一个厂 然后吃吃酒店 那些酒店做的菜是真的难吃 然后去年是在中心就是食堂做的 那个我真的我就没吃饱 我觉得每一样菜都不符合我的胃口 尾牙是什么意思啊 对 得熟悉的人做 你本来就吃的不多 你在跟不认识的人一起做 你就真的没胃口了 谢谢鱼牙青森的香水 年会尾牙哦哦哦哦哦 年会年会的时候 一般都是会就是有抽奖后的吗 去年抽了个电费 没想到没想到吧 我去年抽了250块电费 结果这一年月月给我扣一千 我真的是服了 我又再不受电费了 虽然我到现在都没有问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 社长说帮我去问叶总 问到现在也没有问 问出来 我自己也忘记 我老是忘记 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又是晚上了 什么 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等我下次我想起来 我再去问问吧 抽到的人涨电费 哇天呐 我真的好好可怜 就每个人都是两三百三四百 顶天了五六百 然后到我这就是四位数 我真的都无语了 好惨啊 我充个拿个充电器 不是一千的我是一千多 一千我只是说四位数 我都是一千多的 我多出来的零头都赶上他们一个月的电费了 想给我充电 那你给我送一个皇冠吧 你不是想给我充电吗 对啊就很离谱 能不能又不费电 能不能就他就只有一个饮水机用电 但那饮水机功率很很小的 根本不可能费电 什么 我我哪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 应该是滋滋滋滋滋滋滋 电费我我肯定是第一啊 我断层第一 限度老化漏电我也不知道 我就那次我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阿姨突然开门进来 然后我就说我说咋 我迷迷糊糊 然后阿姨说她在查电表 我说哦好 然后一说一一千六百多少多少 一一六多少多少 我说阿天哪一千六 哦哦哦天哪 天哪谢谢谢谢猪八天 谢谢正统粉丝猪八天送的皇冠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你给我充的电费 谢谢一千六算什么 什么都不算 一点烦恼都没有 我觉得很好 谢谢你给我充的电费 你问什么问题你要问什么问题 你说我别生气天哪 感觉不是什么好问题 被我提前开始生气了 感觉不是什么好问题 你说吧 怎么可能 其他电表一接我电表上 那有点过分吧 我是不是有点太倒霉了 她说先送你一个皇冠 先给你一个甜枣 再给你巴掌 那我不知道是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 你问 什么 对我知道她策略了 就是我我说天宝 问你一个问题 不要生气哦 然后就消失了 然后呢哎你谁啊 你快问啊你快问 你就把我的心揪起来了 他就不问 送十个皇冠那个人 最后送了一个送了一个 他就给我送了一个 你你你还知道这回事啊 他就给我送了一个 然后他是在过了很久之后 在某一天直播里 真的一个皇冠说我先送一个 剩下的慢慢还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是吧很惨 被骗惨了 对啊就是素颜那次 当时他说我素颜给我送十个皇冠 然后我真素颜了一个都没有送 然后那天晚上就别人觉得我可怜吧 陆陆续续送了我七个皇冠的样子 然后他就消失了 我很无语我真的很无语 我长那么大头一次被骗成这样 就骗得跟个傻瓜一样 你知道吗 我真的 就给我整懵了 给我整不会了 后来出现过 出现了然后送了一个皇冠 然后人又又又又又又走了 哪是我找的拖呀 我找拖 那再来个拖 你今天你再再给我整个拖 你在逼人看到那个卡 我哪整找拖呀 哎拜托 我找拖是让我自己出丑了吗 我找拖我不知道找个别的理由 哎贤宝你给我唱一首歌吧 你唱首歌我就给你送十个皇冠 那不好吗 我去唱一首歌 哎十个皇冠 七个皇冠就骗过来了 我非得要让我自己素颜 没有是刚刚有人在问了 什么烧疼 好久没见到他了 什么大光明直播送发电 你说的你要给我送发电啊 真的假的 我考虑一下 唱歌不会骗到人 是哦 确实没想到 有我的脑子想不到那方面去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是拖 就是那个人 我见记得他 孟志和樱花飘 对 就是几个月之后 那个人出现送了一个扔了一个 他说剩下的再慢慢还 然后 没有然后了 就不见了 我胸口碎大 屎给我屎广环 啊那我这 代价会不会有点太大了 什么 什么 不会吧 改名叫猪八天了 不是吧 不是吧 什么 我给你黄瓜 你给我表演 谁吸的看你表演啊 你 真无语 我眼线可以黑化 对我今天下手有点狠 没注意到 但是 今天在剧场的时候觉得还不错 百姓夸我 他说我今天装非常完美 用另类的方法让我记住了他 那确实我记他记得牙痒痒 什么 省队水平 啊 这么厉害 胸口碎大使还能 还有省队 这么厉害 省炸炸鸡团 我下眼下 我 就今天就是不想画 什么 什么 记得他ID 谁的ID 谁啊 who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 既是记得 但是我不愿意记得 我想要让他在我的记忆中抹去 什么 发翻牌 对 偶尔会被吞 真的 真的有时候真的会被吞 就是如果你觉得被吞了 你可以再给我发一次 想被我记住 很简单 你给我送一个皇冠 我就记住你了 就这么简单 什么 最近更新敏感字 什么 辛辛苦苦编辑了 百字 百字 很感谢你这份心 虽然但是一百个字 这不就是两三个好 嗯 我每一次我回消息都是回一百个字 完了 我感觉我说了这句话之后 别人都要别人都要说 刘贤 你怎么就没给我回到一百字 你怎么就给我回两行 天了天了我自己给自己挖坑跳 就是可能真的有有bug吧 你那个你你再给我发一遍吧 嗯 最近可能口袋有整改的有点问题 你再给我发一遍哈 对 然后就是流行 你好意思说你回一百字 你好意思吗 你脸皮真有够厚的 什么 每次不发语音 怕我辛苦 上次不是就是语音吗 其实语音快一点 但是语音有时候就是不方便 就比如说我在舞蹈房的时候 我就不方便回 因为周边都是人 我觉得很很尴尬 然后就就不方便回 基本上都是夜半 三更的时候在床上躺着 诶有个语音翻牌 没人趁没人赶紧回 什么打不到一百字 那这个就是 你们对我的爱有多少 我对你们的爱就有多少 你给我发三行 我绝对不会回你五行 天呐 有时候流行还好斤斤计较啊 确实文字一目了然 你给我发範围都是二百字 你给我发二百字 我绝对不会回你少于一百字 什么有字数限制 有的有的有的 具体是多少字 我没有数过耶 是有几次字数限制的 可以啊语音翻牌语音翻牌 会就是快一点 会方便很多 方便的时候会方便很多 不方便的时候是真的不太方便 一共翻了三四次翻牌 太直男了耶 哎 三四次翻牌也还行了 你还可以了 就是正常正常 这跟直男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什么 字数限制一千字 不可能不可能一千字 不可能不可能 应该三四百个字 什么 谁给你回了五百字啊 你给他发了多少字 他说太直男了耶 他说太直男了 没有说直男 我什么时候说直男啊 我没有说直男啊 这三个字啊 好吧 不要不要乱说 八百字吗 不可能吧 我感觉不到不到八百字 一条的话 一条限制没有那么多 什么 两百字 确实 两百字倒也不少吧 倒也不少 嗯 谢谢圆依琪琪 送了五杯秋天的奶茶 五百字去的缩句缩了半天 你们是不是有字数限制啊 高考作文题目 别考我做做文 我跟你讲我上学的时候我做文可厉害 我高考作文大概语文可能得有一百一十分 现在这回只有学霸出来 那才一百一十分 什么上限两百二两百字啊 这样 就很多人他因为发够了他会那个就是分几条来发 但是你不发标点符号的话看起来会有点太麻烦了 刚打个两百字的哦哦哦哦好的好的 一百一十分倒也是不低的 对啊一百一十分确实还不错啊 因为我是我属于李宗比较拉垮 就我语文英语都还可以我数学也挺拉垮 但是我数学高考是我是我高中生涯考的最好的一次 哎刚飘过去个啥没看见 再发一遍吗 你在下边发一遍我我我看看 什么理科一百零七自己估算一百一十七啊 是什么语文吗 这么厉害 还是李宗啊 哎呦好痒啊脸上还是有猫毛 满分多少分满分是呃语数外是一百五十分 李宗是 九十分三九二十七一百五十分乘以三加二百七等于多少 七百五十分 七百二十分还是多少分 我总分多少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总分多少分 我跟你说你猜 差这大十八分 哎呃怎么说呢不用其实也不用痛一身啦就是你要想自己的人生其实是上天明明之中已经注定好了的 就也不是说你非得要上了这大你的人生才能过得很好 对吧 人其实跟上大学没有什么 关系虽然是很一个好大学虽然很重要 但是呢你要相信人的一生那么长一个大学并不能起决定决定决定的那个因素决定不是决定因素 选专业 选专业确实我觉得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呢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身体最重要 你别你特别厉害哇我好厉害我考多少多少分我上哪个哪个大学我多牛多牛多牛 哇我月薪多少多少多少 结果身体坏了哦不到五十岁挂了那这个就觉得这一辈子活着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我怎么一天到晚才是讲这些歪理 结果最后我自己活不到五十岁 别人要说刘贤你看吧天天嘲笑别人你自己也活得这么短 对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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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活到九十岁 什么我多大就这觉悟啊那这觉悟是我从小到大研究出来我每天在思考这些问题每天都在思考人生 我就在思考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像我前段时间我心态特别差吗就天天一天到晚都在破坊 就一天到晚都抱怨凭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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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差凭什么呃不待见我凭什么什么什么我待遇这么这个样子这个样子 然后 每天在破坊你相信那段时间我粉丝都会注意到天天流行在房间里面破坊 房间里面说了没事就这样吧算了没关系就说这样子的话 然后觉得其实挺没有意义的就我后来反思了很久很久很久 码头是什么退休都六十五岁就我真的反思了很久我觉得人生不要在乎眼前的这么一点点利益 就是或者是你不要在乎你眼前这么一点点屈折 你要放长远看就你举个例子吧你看一下宇宙你去看看天文台 你就知道世界上这么多颗星星你只是写中了一渺小这么渺小的一滴 而且人生这么长人一人至少你得活个七八十岁吧 你命不好你身体不好你活个五六十岁吧 你就就这几个月你这这一年你过的太差了啊你就觉得要死要活的 其实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谢谢哭啰啰啰送秋天奶茶 我好像快手上的那种教人教作人的那种小精神小闷啊我觉得我现在好搞笑啊 我就差一口都没枪了 是的要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一一一 既佛浮游于天地秒沧海沧海之一速是这样子的谢谢风铃送的香水什么呀爱情啥呀不是四川话就是我我是这样觉得就是破防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嗯当然如果就比如说你非得要注重眼前的利益就比如说我吧我虽然我这样说我自己但是其实我也很注重眼前的利益的我虽然劝自己但是其实我也会在乎我说啊我今天收了多少个皇冠 嗯今天好像嗯也没有什么礼物我也会难过啊对不对就就各位老铁们啊如果你们觉得嗯不想让我难过的话可不可以送我一个浩瀚心海呀 笑啥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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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经的 什么哪儿突然啊谢谢陆西安松花花心海别笑我我再跟你们讲这么多道理呢对不对 那我我我我愿意给你们开导你们的人生开导你们的心理 哪声音来不声音特别圆滑特别婉转 对你们要给我交学费谢姻缘棒 对要克服心里的难过就我其实我真的我有时候我会很我也很难过我在想我天哪我这一辈子过得好失败啊就是 我感觉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活的特别 就是让我觉得哇真爽的这种感觉就很少 谢谢最爱京都和千叶送的呃书子喜鹊咸汁耳坠子和香水 就我会我我其实我是会回想我就觉得 想想我就觉得哎呀好难过呀 谢谢荣波送的浩瀚心海谢谢荣波感恩感恩 谢谢QQQ送的奶茶 但是呢我我就经常我就会思考我说哎呀我人气又不高啊 一直都也是个替补我连账位都会不上每周要学习账位就很翻很翻很翻 但是我现在想其实 这只是我人生中的一段 因为谁知道我后面我会不会过得很好就比如说 我就比比如说吧我高中的时候我会举如举个例子 我我高中的时候运气特别好我每次我都考的特别好 我运气就是特别好天走在路上捡钱 但是我现在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我高中运气好跟我现在有什么太关系 我现在又感受不到我以前的运气 所以只是你现在快乐只是你当下的快乐你当下的心情 你当下的你觉得你过得不如意 你再过个十年你其实真的 对你现在的心情真的没有那么在乎的 嗯我说了我卸了礼物的 对我高中最后一个月运气确实很好 确实是很好 听着想交学费想交就交 人生就这样你想做什么你就做 就比如说吧我今天就想骂流行我就想骂他我就骂 你就骂你我跟你讲我不会拦着你你想骂你就给我骂 大不了我跟你对骂我骂回去 你想送礼物就送 对对吧 有可能你就说你下个月就举个例子吧我下个月 你下个月可能你就说你找到对象了或者是 或者是干嘛你现冲了 你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我哪儿没有我没有漏礼物 我 哎让我看看 我记得 我没有漏礼物呀 是谁你想睡了 那话是这么说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你不能想干啥干啥 人要对自己有约束 你不能想干啥你 你现在你不是小朋友 你不能想干啥干啥 就比如说吧我现在啊 我现在这会儿 我就特别 特别我想吃顿大餐 但是这不现实我不能吃大餐 因为我要减肥 我只能说跟从我内心的思想 你要看大 你要看长远的 你要看长远的 你要说我最近我就不开心 我就想跟刘仙讲讲道理 这样子你说我可以 但是你不能因为我这会儿我饿了 我要吃个大餐 你想干嘛就干嘛 你不能这样 你要看你要看大范围一点 你不能就看你这一秒钟 干嘛 如果你要是说你已经熬夜熬了一个月了 你想睡个觉 那你去睡 大家列队欢迎啊 列队欢迎 单推王 哎呀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好像快手上的那种精神小妹啊 我真的太像快手上的精神小妹 啊怎么办啊 怎么办我今天教这些话我特别像那个 我感觉我就特别 特别 像 就是快手上边天天跟人讲道理的那些 我不知道我在讲啥 我因为我很困 我哪知道我在讲啥 反正我说的都是我觉得的道理 当然我双标啊 我双标 我跟你们讲的这些 我有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标准 一句没听进去 那就那那你厉害你一句没听进去 我刚跟你讲半天 我白讲了 我刚漏了什么礼物 我刚一直在问我没有看到漏了哪个礼物 你跟我说一下我感谢一下 什么有从我身上获得了一点正能量 26号公演 26号 呃呃呃呃我不知道耶 蜡牛奶YYGQ 谢谢蜡牛奶YYGQ 的礼物谢谢 下周公演开始换站位了 对啊 但是 嗯话是这么说 其实你虽然 换站位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 但是你要想一想 别人在换站位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可以不用去了 是不是也是一件好事呢 不用 所以也不用太难过 谢谢蛋脚饭送的香水 什么 你看就只有一个人理你 这个人他说支持咸宝的帖子们来个666 然后就只有一个人回他666 是啊 我是我是乐观 那没办法 我必须得乐观 我就算不乐观 我也得表现的乐观 那不然我现在开始不哭 开始不哭 我哭 我哭我拼什么 拼什么拼什么拼什么 拼什么不够站位拼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我就要 我就要 我就要我就要 我就要我就要 我不管 那也没有用呀 我不能撒谷打滚 我也得看清 就是 嗯 现状和局势吗 嗯 谢谢元一奇奇送的浩瀚心海 是不是有点道理 你们觉得我今天晚上扯了 瞎扯了一晚上 把很多人都扯走六千天 在说些什么屁话 然后 把很多人都扯走了 嗯 教学 谢谢你的学费 谢谢 谢谢 什么 什么呀 你们在说啥呀 一人交费全员听课 是确实蛮不错了 就是 嗯 舍己为人 我以为是在扯 我也没有在讲课啊 之前就很去年吧 去年一年 很多人过去说刘贤 你怎么那么喜欢PUA粉丝啊 我天哪 我真的我 我哪PUA你们了 我哪PUA粉 我现在都不知道 到底哪门子PUA别人了 我从来PUA别人 我都是为你们好 跟你们讲一些话 免得就是你们想太多了 就是 嗯 就是 免得你们为我担心吧 就我最近真的 挺好的 要放 就是放开一点 格局大一点 对 格局不要太小 格局大一点 你的人生还有很长 别的不说 就是 我在这个团里 照现合约 我也待到30岁 所以是我年龄 我还有好多年呢 不要看清这 这目前这一段时间的状况 如果你困在这个 迷宫里了 你可能就会一直困在这 你不如放开了 把格局打开 是也没几年 但是几年的时间 你想我才进团也没几年呀 我鼻子一直都是红的 刚被蜡的 你要下课了吧 再见 听君一席话 盛听一席话 哈哈 不是啊 都是要30的 你们知道吗 都是要30的 对啊 对啊 你把格局打开 当然也不是说佛了 啥也不 不计较 不在意了 也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不要纠结于 就像我以前一样 就像我前段时间一样 天天在 我不配 我不配 没关系 算了吧 没事 无所谓 I don't care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care要care 但是不能太care 得知我性 失知我命 如此而已 是吧 确实是这样 但是该争取的 还是要争取了 也不能说 啥也不争取 你也30了到时候 是吗 你多大 对我忘记了 大家都是同龄人了 没有关系了 大家也都是十几二十岁了 要不然就是30岁了 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又没有差50岁 又不是我现在二十几年 就70多了 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到30 直接殿下估计退休了 没有这么狂 直接殿下现在人到周年 就是神 身强力壮 人家能一直赚钱 赚一辈子钱 什么呀 是啊 钱是赚不完的 但是 哎 我不想跟你们讲道理了 显得我年龄多大呀 我天天跟人讲道理 我自己其实也啥啥都不懂 跟小孩一样 对 觉得刘仙 嗯今天晚上说的 就大家收益 受益匪浅的 因为送一个浩瀚星海吧 就是觉得刘仙 哇今天晚上扯了些什么 一天到一天晚上不知道在说什么 听君一喜话 盛听一喜话的 送我一个夜碟吧好不好 好 顺便提高一下自己 哈哈哈哈 要写 什么呀 你们就一直送送我一元帮 一元帮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呢 看不懂你们跟我反馈的什么意思 什么 爱看精神小妹讲道理 天呐 绝了你们打开抖音 打开快手 你去直播间里看看 大半夜瞎老可瞎扯的那些那些人 就就爱讲道理真的 他们觉得自己特别通透 然后仿佛我在骂我自己一样 就他们觉得自己活的特别通透 就是 众人 毒罪我 我 我清醒 就是 就是这样 你打字 谢谢辣牛奶 只会阴阳怪气 YYGQ送的洗血颜值 原来是你 不好意思刚刚漏掉了 谢风铃送的星空耳坠 谢姻缘棒 绝了 反正 哎 没关系 我觉得我现在困了 我就是我 我困的时候 我这个人就是困的时候吧 我脑子不清醒的时候 我就会巴巴巴的说一大堆 说一大堆毫无逻辑的话 就大家听就听 听就当个乐子 第二天我觉得我明天回想起来 我今天说了啥 我觉得我可能自己都想笑我自己 对 我就说车骨路话 是这样子的 狼人杀 什么啊 什么狼人杀 什么狼人杀 什么用打字的用爱发电 真无语 你要打字 你打字就算了 你怎么就送一个呀 狼人杀第几期 嗯 这几期我忘记了 我们那一期就是北广 北上广的联合的那一期 特殊 特殊那一期 没有北吧还有广吧 对 对对对 什么我心态 我心态 我心态是挺好的 我现在心态好 因为我现在想通了 我真的反省了很久 我想通了 你来的太晚了 我小北很甜 对那会小北任我当徒弟来着 什么 看不懂狼人杀 只看中场采访 那会我好青涩 特别智能 那期有绵羊前辈 前辈前辈 红沛云前辈 都是我的前辈 还有问言前辈 然后还有杨烨 张梦慧 搜搜前辈 还有 左近元前辈和唐丽佳前辈 还有 还有谁来着 我忘记了 反正我们那期人 老多了 这样会上下有就有 我不想坐直 我腰好痛啊 对王树前辈 对对对对 我七数是很高 哎对我就想说 我听到好多人跟我说 按七数排的 我当时就想怎么可能是按七数排的 就是稍微 思考一下知道不可能按七数排的 因为按七数排 是一次他自己他都不清楚呀 他不知道的 他以为值他以为 因为因为他是武器生就属于是前辈嘛 我们的前辈 所以他就把他排到了九号位的位置 就是第一个他就以为是按七数 但其实并不是七数 因为 因为我是上海七七升 按七数我怎么得也是十二三四号位 结果我谁知道我十九号位啊 我我没说过吧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十九号位 怎么可能按七数呀 我天哪 对呀我还想着寻思今天 今年总选我至少能升一个位置吧 结果没想到还降了一个位置 对总选前十八号位总选后变十九号位了 然后我昨天我在跟他们说嘛 就说这个问题 然后别人就说可能是就是排站位的老师 不知道我是前辈 然后我就我就说怎么可能不知道 资料上不都写吗 他说可能就下意识的以为你是后辈了 我说好像也是确实好多人都说 我说我是急身急身别人说啊我以为你是后辈 哎我以为你是十二三七升 就我直播里面很多粉丝都这样说 就也怪不得老师觉得我是后辈吧 你看微博 我看微博的时候我也想啊 真的按七数排啊 不会吧 虽然我已经知道我的站位 我说哎不会吧 然后一看哎不对啊 我明明就不是这个站位 不过也还好啦 就算不管怎么排 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就是区别不大 20号是20号是瑞吉 对我是倒数第二 好惨哦倒数第二 好惨啊 但是这也只是顺位的就是站位的倒数第二 但是不代表我整整我整个人就到数第二 谢谢很快大地找小蛋糕送的秋天奶茶 49到148确实区别不大 嗯确实就这次的站位吧 就是根据以前就是以前的站位余花成蝶的站位 一点点小改动 一点点小改动 就圈外的话基本上就是雨花成蝶的顺序 就是顺序下来的 对我是正数第一 我虽然站位是倒数第二 但是不代表我就排音 我就排在倒数第二 也不代表我这个人就该是倒数第二 只是不巧 顺位排的给我排成这个顺位了 但是不代表我的实力就是倒数的 也不代表我的综合能力也是倒数的 也不代表我这个人就是倒数的 所以说啊 其实啊 虽然很生气 但是但是 事情已经这样了 就我自己我总不能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总不能出来说 我不管我不管我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 我就有站位哦 你们必须必须给我一个站位 我不管我不管我撒脱打滚 不这不现实 议员会都维权了 是吗 维权有用吗 如果维权有用的话 那流行议员会安排上 哈哈哈 我希望是有用的 我希望是有用的 我当然希望是有用的 真的 因为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 打倒资本主义的感觉 快感 排站位除了进圈以外随便排 不是随便排的 就是 雨花成蝶的顺位 也就是最开始 北京刚来说排的十字圈的顺位 区别不大 再给我加一千两百 不要啊不要 我真的还不起了 上次叶总也是 他跟我 因为他 挪挪不小心被他发现了 他扣我钱 我说叶总 不能 那会我正好 我我做手术去了 然后叶总 我这个 这两个星期 我又做手术花了好多钱 我真的没钱了 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分期 结果最后夜我还是很冷酷 就是没有给我分期 还是一次性给我扣光了一千 我让他给我分期扣啊 就是 就是分三个月给我扣完 结果不行 他不他不干 他非得要给我一个月扣完 什么 对呀 我真的没有二十四小时都开 开空调的 希望我能想得起来这回事 好吧好吧 十二点五十六了 要说再见了朋友们 就是要说再见了 一点一点准时下播 好吧 明天还有公演呢 对呀 交个社保 灵活就业 没有我们好像我没有社保 哎 你不要骂人了 也不要骂谁谁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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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就是你们骂的话 可能就是一时 嘴上过瘾了 但其实本质上出不了太 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了 我是这样觉得 但是 但是 不太好了 没必要为了一时的嘴 嘴快 然后 损自己的那个叫什么德呢 反正这骂人总归是不好的 我也开始迷信了 总归骂人就是不好 没有必要为了别人 让自己生气 好吧 我又开始讲歪理了 救命啊 我今天晚上怎么回事 看来我是真的困了 对 做好自己的事情啊 对 生气 是生气 但是 但是 事情已经这样 你总不能 比如说我 我这个站位 可能要维持个半年 或者一年 我总不能生一年的气吧 就气一下就好了 你 事情发生你总得 你接受吧 嗯 总不能一直都在生气 什么 没有把当成别人 不是 我不是说别人 不是为了别人 是 不要去 不要去骂 就是 不要去骂别人 对吧 我们肯定是自己人 我拿你们当自己人的 那你们要骂我 我还在这劝你们 你们要骂我 我直接给你们骂回去了 新公眼头站位 这我不知道呀 习惯所在的社区 啊那我得问我妈 对 你们撕一下骂 不要在我的直播间里骂 等会万一 那些 又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被看见了 那多不好啊 直接抓个现行 那我以后过得更差了对不对 家人们不能这样啊 好啦好啦 最后两分钟 机长了机长了 机长 然后卸妆睡觉 谢谢比尔克洛夫斯基插悬版 送的书子 谢谢 爱特 YZ 送的巧克力 谢谢蓝色双鱼的喜鹊咸汁 谢谢谢谢 很开心跟你们讲了这么多 如果大家觉得我这个人很搞笑 就这个人很无厘头 或者是觉得我这个人很可笑的话 可笑 搞笑 对搞笑和可笑不是一个意思 反正 就 如果大家觉得我 很可笑的话 你们也不要当回事 就当我唇口嗨好不好 谢谢露西亚送的香水 我今天满一万了 那我可不止一万呢 谢谢蜡牛奶只会 YYGQ 的香水 香水 谢谢偏航阻尼系统 的秋天奶茶 谢谢横跨大地找小蛋糕送秋天奶茶 哎 我就差 三百 三十二个鸡腿 我就凑整了 有人愿意 就是送我三百三十二个鸡腿吗 哎 谢谢露西亚送的浩华信号 感恩感恩感恩 谢谢感恩佳人 所有 哈哈哈 现在又没有凑整了 哎我等会我把上面的礼物谢了 等一会等会等会等会 谢谢 哎 哎 哎 又不见了 谢谢蓝色双鱼的奶茶 谢谢 哎 你们别要刷大幕了 我看不见了 谢谢 很夸大地找小蛋糕的奶茶 谢谢 谢谢 给我一点温度的六杯秋天奶茶 谢谢 哎哎去哪了 好像差不多了 什么 对超了 没有 现在就差 四千 九百六十七个鸡腿 三千九百六十七个鸡腿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谢谢 二のまえ 是这样读吧 有一个没记错吧 三千九百六十七个鸡腿 啊 没有按时一个全账 谢谢 很挂大地找小蛋糕的音源棒 谢谢各位一点温度音源棒 流行贪得无厌啊 贪得无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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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分 谢谢 辣牛奶只会因YYGQ的秋天奶茶 好啦好啦 下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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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播了 谢谢红烧胖大海的谈目书 下播了下播了 谢谢K02的秋天奶茶 怒送音源 谢谢音源棒 谢谢 我会认这个 说着没有暗示 还把那个弹幕念 我没有暗示啊 我暗示啥 我没有暗示啊 不是我暗示 有用的暗示 它叫暗示 没有用的暗示 叫口嗨 明白吧 谢谢音源棒 谢谢元一齐齐的奶茶 没有明示 有用的明示 才叫明示 没有用的明示 就叫口嗨 开玩笑 开玩笑 哎呦开玩笑朋友们家人们 开玩笑啊 好了好了 再见 走了 晚安晚安 晚安 拜拜拜拜 拜拜 很开心啊今天晚上 明天醒来 希望大家就是哎 把我搞笑的可笑的话 都给忘掉 好了 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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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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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 谢谢相依为给送的全账 哎谢谢 哎这个操作有点耳 有点眼熟呢 有点眼熟 写写相依为给 哎 然后哎 哇好不巧哦 我还差六百 四十五个鸡腿 六百四十五个鸡腿 就满了耶 还差六百四十五个鸡腿 凑整哎 谢谢应援棒 哎呦真不巧 哈哈哈哈 他改头像啊 改ID了不认识 六百四十五个鸡 谢谢应援棒 哎你们一人刷一个应援棒 就刷上去了 谢谢小罐头 谢谢小小琴 谢谢给我一点温度 谢谢蛋脚饭 嗯嗯 谢谢很快大机找小蛋糕 谢谢蓝色双鱼 谢谢莱安娜多多 谢谢K-R-I-K-A-R-E-N-N-Karen 谢谢小蛋糕 谢谢R-I-T-Y-Z 谢谢K-0-2 你看吧 这不就 还差六百了吧 对吧 还差五百八十 谢谢哎 红烧矿大海 谢谢片行组迷系统 谢谢NOTDAY 也人送我一个应援棒哦 谢谢NOTDAY 又来了一个 对我好想看看应援棒冲直播间的景观 我好想看看这个壮丽的景色 哈哈哈 谢谢小蛋糕 谢谢紫紫瑶 谢谢圆衣齐齐送了三十个应援棒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蓝色双鱼的应援棒 谢谢小蛋糕 谢谢紫紫瑶 谢谢K-R-I-K-L-E 谢谢小蛋糕 谢谢紫紫瑶 嗯谢谢紫紫瑶 嘿 这还差三百七十个脊髓 三百七十个 就差三百七十个鸡腿 太喜欢我了 你帮我把这三百七十个鸡腿补完 什么全带的节奏 你不太太喜欢我了 他一个天天天天天吧每次 every time 每次都会在我直播间 我太喜欢先跑了 可是他可能一个一一鸡腿都没有给我过 对不对 哪有 要不愿意 对应援棒都没有送过 别人直播间也这样 是吧对吧 你看这个人缺德 开始骂人了 等会这个人说刘贤这个人不送礼物 白嫖就是缺德 刘贤这个人偶像就是觉悟不行啊 白嫖 白嫖就等于缺德 来人来人啊冲了刘贤的直播间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谢谢蓝色双鱼 谢谢 谢谢 冯玲 别带我节奏了 别带我节奏了 我的风瓶都差成什么样了 谢谢风山下的喜鹊贤 我肉度还没那么高 哇扎心了老铁 你说这句话 真的你不给我送一个浩瀚星海 我过不去 真的我跟你过不去 谢谢钢铁猛一 谢谢钢铁猛一的99个音员吧 哎呦 超了 又超了 好不巧 又超了 又不能凑整了 下一步凑整差多了 差太多了 不过现在已经超了 你 你说这话 你不给我送个浩瀚星海 那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折吧 你给我送 哎 浩瀚星海下一 这是什么 你给我送十个 那个 星空耳坠 好不好 对你给我送 99个音员棒 你50万差多少 咋 你要给我凑整啊 谢谢 真痛 谢谢 圆一齐齐 送的十个星空耳大齐啊 大齐 大齐 对我我只是瞎说说我没想大家对我这么好 我没想大家对我这么好我只能说就是哎 叫打事情骂是爱对吧 我记得你爱的我 圆一齐我当然记得 我还能忘了圆一齐 什么大号进进去进进哪去了 别夸我别夸我你真牛我不好意思别夸我别夸我 我付一代是这样我确实是付一代啊好惨好惨我欠了好钱 我欠了叉叉钱 我欠白逊一钱我欠张海景钱我欠好多钱啊我真的好穷 好穷好穷 关键昨天空那不是生日吗 然后他他 别人就说空那请客 然后说请铁国盾因为铁国盾便宜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让空那请客 然后听到那个人我整个听到那句话整个人都不好我天哪我下个月过生日 不会要让我请客吧 想想我会害怕我决定 我决定下个月我就直播我就在房间里过生日我就在直播间过生日我哪都不去 什么 我没有说我不过生日啊我说我在直播间过生日我就跟大家一起过生日 我不要他们他们来敲门我不关门关上不让他们进来 对他们敲我门我们反手一锁 别别想进过房间别想给我送送生日蛋糕别让我请你们吃饭 谢谢员一起送二十个音乐棒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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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我就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欢乐的生日就好了 然后大家说好商量好9月26号9月25号当天我就消失 9月26号白天流行不管在房间里说什么我都不要回答他就是说什么大家都不要理 然后9月27号白天然后再出现 就一定要过了那个零点再出现大家商量好 到时候到时候就冷冷清清开着直播间看着来来回回那么一两个人 然后我的直播间人数就显示那么一两百 什么我没有说我我我我生日我可以不吃饭 但是我没有说请谁吃饭 什么我没有说请吃海底楼我没有你不要乱说 别我没有我昨天叉叉也跟我说呢 昨天赵玉星说他说今年生日要给我大办特办 我害怕 因为我昨天卖惨来着我昨天我当当他们卖惨来着我说我去年好可怜我去年我去年我去年我说我去年生着病 然后在房间里边快到我生日了结果所有人所有人 所有人正好在我生日那几天然后去北京出外务了怀醒他们亲亲他们去北京出外务 我跟孙玉山两个人在中心过的生日蛋糕都没有就很惨 我就我就在这我我昨天我在那卖惨来着 然后叉叉说你今年给你大办特办好不好留钱 绝了真的很惨那想想孙玉山跟我情况差不多 对当时都没有蛋糕就点个香薰 点个香薰就当生日蛋糕了 然后把香薰一吹灭了 我许了愿差不多这个生日就这样过去了 去年真的好惨 什么我没有说请客我没有 我没有你们不要给我下套我还怕我还怕我穷死了穷死了真的穷死了 我可以请他们一人吃辣吃辣条 什么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闲锅乱嫩 我请他们吃泡面 请吃蛋糕 没有没有开玩笑了开玩笑了 到时候就是 不会过过的那种太 不像他们就是在KTV过生日 然后特别的 过的特别豪华啥 就但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 但是但是也 如也不会亏的 我刚说这开玩笑的 我说把他们锁房间们不让他们进来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一人麦当劳12块的一加一 我都没吃过那个一加一 什么后面墙布啊墙纸 布墙布 然后的饮酒公司 刚飘了个啥我没有看见 sorry 你你再说一遍好不好 一加一得在店里面点 我看了一下很便宜 就是一加一是12块钱 你可以要点一个汉堡 你可以点个双几加一杯可乐 一人一包压 你看撑死他们 然后 但是你点单点一个双几 就19块钱 然后再加可乐 就20多吧大概 但是 那个一加一套餐只要12块 很划算 但是我没有点过 KTV过生日挺省钱的 你确定吗 好像是哦 但是就是会很嘈杂 当健身餐 确实 但是 得到店里面点啊 我 我没有办法去店里 从来不去店 我知道今天是鬼节啊 我知道呀 谁在KTV过生日我都没开直播 上次是空呢吧 去年是空呢 嗯 但是其实我是没有那么看重 生日过生日各种排场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一起快快乐乐的聊聊天吃饭 这个就是很快乐的 嗯 嗯 对大家在一起就好了 真的没有想过各种排不排场啊啥的 嗯 我没有迪士尼年卡 我就去过一次迪士尼 我们是天天在一起 是天天在一起 但是不一样啊 对吧 有时候感情是需要催化剂的 就比如说生日就是一个很好的催化剂 平平在那日子也得需要一些节日吗 什么感情 那你去过生日 那你挺厉害的 生日想过就过 对 好了好了 我又聊了十五十三分钟 我要下播了 朋友们朋友们我下播了 我我寻思这 今天这个是凑不起的 我下播了 朋友们 我卸妆了 我困了困了 什么 生日挨个层层 什么 没有暗示 我我可以不凑整 我要睡觉了 拜拜 再见你要问什么问题 你怎么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说 然后我就吊着我十分钟后再问我 白托十分钟 什么对明天还有公演呢 握手会暂定的十月二号和三号 你不是要问问题吗 你怎么就说别睡测到枕再睡 那我在这开半天 也并没有 对吧 没有什么 太那个 没有整个整给我凑 我不生气 不是啊 不是你问我生长期 你就知道人家问我啥了 没有暗示鸡腿 哎 你要问问题 你问啊 你问啊 让你问啊 你问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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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ckly quickly 问我管 南京没疫情 什么呀 不是哎呀 对不起 骂错人了骂错人了 我刚想说不是你要问问题吗 怎么还这是发飘瓶 对不起对不起 嗓嗓错人了 哎 sorry 对不起啊哎 吴磊会进球吗 嗯嗯 会 啥也不知道 快呀问问题啊 他不是要问吗 哎他不是要问吗 人呢人呢 看我猜对了十分钟的再问 白脱了十分钟 我不管了 给你两分钟 时间 十七 你不问问题我就走了 又不是你 我凭什么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 没有能问问题 他刚刚说掉着我胃口 我知道了 我中计了 我下播了 朋友们 再见 有没有头像了还 你要头像要什么样的 你头像要什么样的 武艺 不是他问的是武雷 我没心 我不知道 别问我别问我谁能进多少个球 对你可以翻牌跟我说 好啦好啦下播了朋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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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很开心今天晚上很开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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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再见 晚安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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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好嘞 哎呦 我谢谢相依为该 你为什么不让我下去睡觉 你为什么不让我下去 你好狠的心啊 我要谴责你 大家一起谴责他 骂他快点骂他 给我骂他 给我骂他 弹幕刷起来 没良心 好狠的心 好狠的人 啊 为什么 哎呦我真的想哭了一样 你看我眼睛都累了 啊 为什么 等会儿截出去 闲宝直播破房 半夜直播破房 然后下面 停的全是 他没有张位不是很正常吗 哎胡穿地心了破个房 为什么要破房 为什么要破房 嗯 嗯 他其实 我在 但是他们不知道 我在直播间里面 鸡腿转的盆满钵满 我开心的哭了 什么 干什么 我跟我自己留言什么 我哪知道什么 留不留言什么啊 你们在说啥 想看我破房 哎想太多了 什么 你困了 你困了 困了就去睡 什么破房不好看 是啊是是这么个道理 确实是这样 谢谢风山下送喜鹊贤 我们哪有PUA粉丝 哎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嗯 嗯 我要装的像个这样 真的像哭了 这哦好丑 嗯 装的跟真的一样 是啊 我这么真破房很吓人的 那个低气压 哦好可怕 就气压低到 打火机一点就爆炸了 那应该是T压高 哎 气压低还是气压高 就气压低到 反正就是这样子 总之我不管 反正就是大家懂就行了 什么 什么 什么谁夸我呀 不是吧 我刚刚说的话有值得夸的吗 难道我再跟你们讲 星空宇宙浩瀚的星海 浩瀚的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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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讲 讲人类是多么的渺小 格局要打开 这这 让你们受 备受感动 谢谢我一人送喜鹊闲之 没暗示啊 我这真的正在讲浩瀚的星海 没有暗示 没有暗示谁要给我浩瀚的星海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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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哎我真的就差那么 八百九十哎不是 八百 八十六个鸡腿我就凑整了真的 差八百八十六个鸡腿我就凑整了 真的凑整了 你们敢相信我今天晚上有多少鸡腿吗 谢谢小蛋糕的应援棒 四万啊那你还是比我乐观 我寻思我这个数量已经差不多 结果没想在你们心中要四万才属于还不错 哎大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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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每个我都有标准太低了 对我自己标准太低了 哈哈 三万也没有啊差八百七十一个鸡腿 二万五对二万五 对我标准低了 下次把目标定到五万啊 定到这样吧定到三三万五好吧 三万五哎才才这才是我的水平 我就二万五我就沾沾自喜流行变了 流行变了 我过年的时候一天晚上都能一天晚上我都能 赚八万真的哎过年的那时间 有一次有一天晚上我播了 我播到半夜 下播的时候发现凑到了八万的鸡腿 一只有一个晚上 确实过年的时候确实那会儿就是积极性比较比较高 嗯 对啊有一天晚上赚了八万 GNDS什么 滚你大师什么呀 哈哈 难道不应该是GYDY吗 GNDY 过年的神啊 过年的神 sorry 留点机得发翻牌 我翻牌很便宜的啊 我翻牌九十九 没有中午前起过床 没有中午前起过床 你说是你还是说我呀 确实开到五点有点过分 别别别别别别说两个头像啊 什么 我的工作量是你给我安排的 你给我安排工作量啊 你凭什么给我安排工作量 你凭什么 哈哈哈哈 嗯 什么半夜起初 是我过年那会儿播的比较勤快 对 他就是甲方的 什么 深夜主播 天呐我 我转型了 我从快手的主 快手的主播变成快手型 深夜主播 对我是和内少有的快手型 那但也还好啦 快手型也也也还好 也没有很快快手 我属于星座博主啊 星座博主 讲心灵的 天象博主 这是观宇宙的 咸白白 别人说陶白白真的神 陶白白是神真的神 他是唯一一个一句话就能 参破我内心想法的男人 他一张嘴我就咯噔 咯噔 全是咯噔咯噔咯噔 陶白白就是一个星座博主了 说星座的 太准了 真的是神 太太准了 不是没有没有话说 我每我觉得就是我 他说的就是世界上另一个我 不是话数 不是话数 什么 有个人说我跟眼睛相 很多人老多人说我跟眼睛相 你们都觉得星座塔罗什么的是话数 真的不是话数 每个人说的不一样的 很多人看都这么想 是这样的 星座每个人星座确实是都都共通的呀 因为我身边就比如说我身边的处女座都很像 我身边的什么什么座都很像 但是他们就跟另一个星座就是截然不同的 天秤座是一个可乐就想喝水的人 你这不是说废话吗 谁可乐不想喝水 你这话数也太差了 你我跟你讲 你要是在抖音上面开这种星座 我天哪 你绝对给你开到你破产 你这话数太低级了 不 星座你还得看上升的 还要看月亮的 翻牌做而继续让我我算的不准啊 我我什么都不会算啊 对啊就是天蝎座了人家是天蝎座了 叫什么这是我另外一个人格天蝎座 不过叫什么来着我觉得星座真的蛮有蛮有就是道理的 天蝎座跟双子特别合 对 因为风向吗 风向星座都比较合的 嗯 天蝎座 双子 确实很合 但我们队现在没有双子 以前有一个金金 但是 现在队里还有双子吗 好像没有了 岁山处女座 天蝎座完美拿捏狮子座 天蝎座完美拿捏狮子座 有吗 我们对谁是狮子座 Kona 刘洁 也还好吧 啊 什么 对 又是风向星座 他们还是一个月呢 但是杰洁是真的不像狮子座 他真的不像狮子座 但是他上身也是狮子座 他真的不像 金牛做口才很好 也还好吧 金牛土相不应该口才好的 那是啊 全世界那么多人呢 总得有不一样的 不过 但是也有一样的 所以陶白白他赚的就是 我们这些一样的人的钱呀 就够了 对空那是挺狮子的 但是我感觉我在天秤的同时 我真的很白痒 我蛮白痒的 我就是 就是处理事情和很多思考事情的方式上 还有就是比如说 我第一时间 我的情绪上面都很靠近白羊 不是亢奋 白羊就是很那个 呃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的 就是会比较暴躁 比较直白 然后会比较三分钟热度 我很多 我很多 虽然山是白羊的 还有谁是白羊 让我想想 谁还是白羊 老刘也是白羊 周周周也是白羊吗 什么 你是白羊的 可能你看看你的上升星座呢 上升星座 也挺挺重要的 我记不得生日 就生日 你要精确到日期 一个月有三十天 一年有十二个月 但星座一共也就十二个星座 你不用记那么清楚 你只要记作星座就行了 我记得很多人的星座的 你们随便问问一个人 我可能都记得 下次吗 啊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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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星座 我也不太清楚 怀景金牛栋啊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沈云文是摩羯座啊 叉叉是双鱼座啊 陈千兰也是双鱼座 然后 嗯 西西和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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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包 都是 处女座 然后 嗯 天哪 我不知道蕊蕊是什么星座 泰兰德的眼泪是啥 真音 我 我不认识他 王九一双子座啊 孙女山处女座啊 青青是巨蟹座 你自己你都不记得 你自己你都不记得你让我画 栗子栗子哎呀让我想一想 栗子是什么星座 栗子是 是 要忘记了啊 肥子是射手座 年轻也是射手座 瑞杰是金牛座啊 杨雨昕 完蛋 我也不记得杨雨昕是什么星座 我 班队好像 好像只有我一个天生座 孙女山白羊啊 瑞瑞是天蝎 哦对 瑞瑞是天蝎 我想起来了 孙女山跟我说过 赵家是天蝎座 法哪巨蟹啊 我们对不会只有我一个天生座吧 我们对没有双子座 三哥 我知道狮子 狮子座 怀醒金牛 大哥 大哥 要出事 我还真不知道大哥 大哥是什么星座 刘洁狮子啊 大哥是摩羯吗 哦 鬼压床 怎么会被鬼压床这么可怕 之前勾兑金牛座很多啊 韩家乐是金牛座 之前特别多 然后那个 呃 呃 黄恩如是张怀景也是 一期生特别多 五月里也是金牛座 老多了 什么太恩了 这有啥恩的 怎么说不得 对我知道毛布衣是天秤座 廖景涛也是天秤座呀 我知道今天中元节啊 狮子座有领导力 哎 确实 结界是狮子座 赵天阳圣诞节生日 是是圣诞节 毛布衣 美我贵 我一首歌750句话 那不一样啊 人家是发专辑 我是现场唱 你想想毛布衣给你开 开一场演唱会唱给你听 得多少钱 我才多少钱 这能一样吗 算了算去还是我性价比高 现在街头下街的 就是等得等 得等 对对对对没错 而且是编编唱歌编编 编那个唱歌编跟你唠嗑的 还带念念你ID的 毛布衣能记得你是谁 没有我说毛布衣是巨星巨星 我们咖位不一样 我们咖位不一样 档次不一样 好吧 对啊 别了 我 词条上色的时候 天呐我这是乐极碰词了 我就说它是巨星啊 它是我偶像 可以吧 厉害 特别厉害 人家翻一首歌 人家 会写词会作曲 我会啥 我就会唱歌 我就除了唱歌 一无是处 除了唱歌好 一无是处 对啊毛布衣还不会跳鱼花成蝶呢 毛布衣没有我厉害 它鱼花成蝶都不会跳 好 好了好了好了 我还差 我怎么跟刚刚一样 我怎么还差八百 八百二十一个鸡腿 凑整 我刚刚说半天说二万五的鸡腿 我到现在没凑整 你看吧 我说半天 现在没凑整 有没有人 八百二十一个鸡腿 有没有人愿意 一人送我一杯奶茶好不好 谢谢风扇下的十个音源棒 谢谢小小琴的奶茶 谢谢音源棒 还差八百 八百 你这个你看他好霸气 还差多少 你问我 我怎么回答你啊 你是问我差多少凑整 凑二点五万的整 还是还是什么 四百五十一个 哎那 你开心就好 谢谢 Karen的音源棒 谢谢变化组织系统 秋天奶茶 我这个月差多少啊 我天啊 差的可多了 差老多了 我这个月算上今天的啊 我算算 可能还差三十万吧 谢谢正统粉丝猪霸天 送的九十个音源棒 谢谢谢谢 谢谢 怎么还是差呀 还差一百六十七个鸡腿 还差一百六十七个鸡腿 就差一百六十七个鸡腿 就凑整二十二点五万了 谢谢音源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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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谢谢单推 粉丝的星空耳坠 和喜鹊贤 谢谢音源棒 谢谢陆大树的小单反 送的秋天奶茶 哦 还差三个鸡腿 哎 不许多送 不许多送 就差三个鸡腿 三个鸡腿怎么办 三个鸡腿怎么办 救命啊 一个音源棒的五个鸡腿 怎么办 谢谢音源棒 超了两 超了两个 哎 哎 哎 算了算了一点半 不说了不说了 谢谢各位 今天给我送的礼物 感谢刘猛人就是在这里 表示感谢啊 我要睡觉去了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感谢感谢 走了走了朋友们朋友们睡觉啊晚安 晚安晚安 江某人对江某人下线了拜拜 晚安晚安晚安 不过他好久没说话 他他睡觉去了 晚安晚安 再问一个问题 问什么问题快点问 赶紧问一分钟 刘洁哈哈哈 刘洁 晚安姐姐晚安晚安 姑奶晚安 什么我没有说什么我没有说他坏话 我说姐姐狮子座好 狮子座好 我在分析星座 我也怀疑我怀疑刘洁一直在看 过分 亏平了 我刚才聊星座 你刚也不是有人问问题吗 怎么还不问 我现你一分钟之内把问题问了 现没讲完故事玫瑰花 我没有说我生日要请客 三十八 三十八 一点三十八 你不把问题问出来 我就要走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倒数 能不能不送 我自觉睡觉 你安晚安晚安 朋友们晚安 晚安 只看到请客 什么呀 没有的事啊 我请你 哈哈 我 救命啊 生气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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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 什么呀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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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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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呜呜谢谢 小小小小 你看 刘姐 你快来救我 刘姐 你来救我 啊 我跟你讲啊 最好我生日那天 你也你也这样过送礼物 然后你别二十六号你就跑了 最好是 最好我生日那天 你也这样过送礼物啊 最好是 他说天哪 有些生日了 赶紧跑赶紧跑 送完这波 送完这波就跑 跑路 谢谢啊 我续到 一点四十 我续到两点吧 哎呦 太久了 两点有点太久了 两点太久了 怎么办呀 五十五好吧 五十五去到五十五 去到五十五准时下波 可以吧 也不能老让你当冤大头呀 是不是 虽然你不是冤大头 你是好心人 你好做好事不留名 你不是冤大头 你你特别好 你是你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你是雷锋 我不喝水明天会肿 对我们放一首歌啊 学习了一封好榜养 终于个命中于当 什么 你凭什么跟别人说 人家喜欢冤大头 凭什么 你不是冤大头啊 我又没说你 时间好漫长啊 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四十五分呢 第一次觉得时间这么漫长 就这么短暂的十五分钟 但是我觉得我仿佛过了一整个晚上 像我这么对答如流 我像我这么就是口若悬河的一个人 我竟然也会尬住不知道说什么 对啊五十五啊现在四十啊五十五不是十五分钟吗 对视 对视有什么好对视的 我说五十五啊 我第一次觉得十五分钟这么漫长 别说了正特别尴尬 你们知道我我下来我在车上做的什么姿势吗 特别 就是放松的一个姿势 然后别人说外面能干得清楚 我就特别我特别傻我特别搞笑 我说是不是真不会吧 不会真的看清楚吧 我说我要试试 然后车上面不是又就有一个句句吗 然后我就我就对着那个镜子 我就对着车床 我就这样 就炯炯有神我就这样盯着 然后那个人转头跟我对视了一眼 他戴着口罩 他这样他就这个样子对视了一眼看一眼 就转头了 然后我感觉被他翻了个白眼 好尴尬啊 你就看了一眼 就这样 一个白眼就跟我去了 我我我已经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 但是我觉得啊 好尴尬啊 好尴尬怎么这么尴尬 我也不知道说以后都是小车了 说以后没有大车都是小车 男的男的男的 大巴卖了呀 天呐为什么要卖大巴 而且我们那个不是大巴 我们那个中巴车中巴车 中巴车都要买过什么 抢窗位 明天我就坐过道了 在过道蹲着 而且更离谱是我们小车 我们对20个人小车根本坐不下 只能坐18个人 再加一个老师 小的只能坐17个人 剩下的人还得打车回去 笑死了 什么换小车了 还大巴呢 换的更小的车 然后我们就 我们今天就在说 你快走你快走 我要打车 我要打车 就我们都想打车 应该是报销打车费 我们都想打车 既然能打车都想打车了 一个车是能做18个人 大巴 加一个老师 差不多一个做17个 然后又剩下剩下三个人打车回去 那也不能挤啊 那也不能挤啊 那就超车了 对啊 还有很多东西呢 打车肯定是报销的啊 你要你单独打车 谁愿意啊 谁肯定都不愿意 肯定都做那个做车回去了 对啊 下面觉得很烦 说实话 我坐中巴 我都没有那么晕车 我今天坐小车 是真的把我晕 晕得想吐了 我们老是不住中心啊 我们老是住中心附近 所以他要坐车回去 对 这个12分钟 好漫长哦 仿佛过了一年 我开始感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怎么我不能着急下班吗 那我 我 我没有我 我肯定要矮到时间的 我肯定要到时间才能下班的 那你有规定我在工作岗位上 我还不着急的心我都不能有吗 我不是厌倦粉丝了 你换做谁 你今天晚上播这么久啊 我的天哪 我还厌倦 我对你们可不要太好了 直播 直播累吗 当然不累呀 跟大家聊天 怎么会累呢 一点都不累 一点都不累的 就是觉得呢 时间有点点漫长 哈哈哈哈 尤其是剩下来的十四分十一分钟 有鸡腿怎么会累 你站着说话不要疼 你倒是给我送个鸡腿呀 我虚伪 我虚伪 我有你虚伪 你在这我直播间一头从头看到尾 你一直都在吧 你有哪一分钟没在过吗 你好意思说我虚伪 结果你你给我送了多少礼物 你好意思说我虚伪 哇我跟我上纲上线 你个人有点意思啊 谢谢鼠九 是鼠九还是数九 谢谢鼠九 送了浩瀚星海 谢谢不要挑战我 谢谢谢谢 谢谢鼠九 谢谢感恩 哇哦 我又差 九百五十八个鸡腿 我就凑整了哟 朋友们 他九百五十八个鸡腿 我就凑整了哟 就刚刚好差一个浩瀚星海呢 或者是美人扇 或者是飞书禅 谢谢小小情送的秋天奶茶 嗯什么没有暗示啊 我就是只感叹 我觉得嗯我我想了想 大概也许就差那么一点礼物 就凑整了吧 我自己内心想了 就把我内心话说出来而已 没有在暗示啊 不要乱说 泄露下送秋天奶茶 什么 总是什么呀 你们你们怪我喽 凑不到两点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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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让我凑到两点啊 我要去睡觉了 本人 本公主的睡眠时间 可是很宝贵的 什么 洗完澡躺下 对啊对啊 没办法 就是我被捆住了 什么不凑整了 什么为了凑整都不说这样吧 对啊 对啊我觉得人要脸树要皮 什么 什么呀 我下了我当然会睡觉啊 我肯定要睡觉啊 我当然会睡觉啊 我不然我干嘛 我不然我干嘛 什么 你猜他离开直播间我现在我可以安心下了 那不行做人的还是得诚诚诚诚恳恳的啊我我还是不到55下啊但是呢嗯我就差 八百四十二个鸡腿我就凑整了耶 夹心糖是什么 还差八百四十二个鸡腿就凑整了耶 对 对 没错 两个鸡腿 鸡腿凑整 对啊 那个 嗯 那个 觉得 鲜子 嗯很可爱的 很可爱的 说 刘仙一点都不可爱 觉得刘仙这样熬夜很伤身体 不太好的 可以一人送我一杯奶茶吗 然后别人说刘仙多熬夜熬夜熬夜 一定要熬夜 继续熬夜 谢 谢荣温的奶茶 谢蓝色双眼的奶茶 谢 蜂王在逃台季嫖君之名烤盐版送的奶茶 诶这什么ID啊 谢K丁尔的奶茶 谢偏行组织系统的奶茶 什么 我不我就不好好说话 就不好 你给我点外卖点什么外卖奶茶 我想喝奶茶 谢谢奇怪小兔子人的秋天奶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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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单腿粉丝的秋天奶茶 谢谢谢谢 差 诶怎么没变啊 差471个鸡腿 差471个鸡腿了 也就是 嗯嗯 99个应援棒啊 谢谢 露西亚的秋天奶茶 谢谢 什么在钓鱼 什么50 9.42 什么 对啊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很奇怪 现在就差 423个鸡腿 什么 社友问你为什么乱叫 他说你在梦游 你说我在梦游 我在梦游 我在梦游 你说我在梦游 我在梦游 再说 再说给你一脚 睡醒啊 睡醒了就说 什么呀 我怎么不听到 我怎么会乱叫呢 我睡想可好的 谢谢应援棒 谢谢应援棒 什么梦游天老 引流别是什么意思啊 好啦好啦 还差 哦你们考我算数题呢 413个鸡腿 还差 意思是哦 我孤了寡 没听过这件事 还有6分钟还差431个鸡腿呢 哦 413413413 什么呀 MU是什么 谢谢风铃的香水 谢谢应援棒 鼠道难 微乎 依稀 依稀 微乎高哉 鼠道难 难于上青天 天哪 流闲自作孽 真的凑不准了 我骗不了了 我骗太多奶茶 我今天晚上真骗不到奶茶 骗不到了 骗不到奶茶 一杯都骗不到了 现在还差350 哎你怎么知道 哦我刚说过 哈哈哈哈 355个鸡腿 我想说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能看得到我这的 我脑子出脑子瓦特了 脑子瓦特了 我自己充电鸡腿送我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自己充鸡腿送我呀 那好呀我关了直播 我就去充鸡腿好不好 我现在就关我现在就去充鸡腿 再见朋友们 谢谢朋友们 谢谢闻鸡腿 谢谢闻鸡 谢谢风里的十个音源棒 什么弹幕 算的算的 那个弹幕好像要多少鸡腿一个弹幕 飘飘瓶是吗飘瓶 强迫症 十个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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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骗啊我没有骗啊 今天给我送过鸡腿的人 你们说一下 你们说一下啊 我是在骗你们吗 你们是被我骗的吗 你们就这样被一个 单纯的少女骗了 你们就这么容易被骗 当然不是 你看吧 你们就这么承认自己被骗了 你看他们是心甘情愿 什么心甘情愿被骗 他们是心甘情愿送的 不是被骗的 对啊 小偶像的事能叫骗吗 我今天生日都没过呀 对啊 讨债为什么权啊 你要为什么权啊 你为权 你去微博上为 你跟我这位没有用的哈 谢谢比尔克洛夫斯基 插选版锁的生日帽 谢谢偏行组织系统的生日礼物 对 什么呀 我与像子洁 那怎么可能 我跟子洁境界差远了好吧 格局就不一样 我格局还是小了 什么呀 企业文化 什么呀 不要 这样整的像我在抹黑整个 整个企业一样 没有不关我的事 这是我有个人的行为 什么 差不多得累是得乐 两大格局 那确实 我就差131个鸡腿 我131个鸡腿 凑整了哟 朋友们 就差 就差131个鸡腿 我就凑整了哟 嗚呼 有没有好心人愿意救我于水火之中 我就差10个鸡腿 126个鸡腿 哈哈哈 哎 你不对啊 哎奇怪 哎不对 为什么差100多个 哎 哎 我就算数有大问题啊 出大问题 谢谢风扇下的鸡腿棒 哦哦 谢谢谢谢那个飘瓶啊 谢谢 谢谢风王再讨台替 谢台替的生日帽 谢台替 这么辛苦 还没下班呢 什么呀 打杆句号是什么意思 我就差68个鸡腿 6868个鸡腿 就差两杯奶茶 我就凑整了 我马上下班了 我还在一分钟 我就还最后一分钟 啊 我像那个我 要命了要命了 谢谢比尔科罗夫斯基 求点奶茶 现如过秋天 哎 好了好了朋友们 下播了朋友们 哈哈 剩 6868个鸡腿 天呐 那你这个鸡腿需要给谁呢 拜拜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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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朋友们再见 今天很开心 谢谢 拜拜 没有错 谢谢 谢谢相依为给 全账 你 我要斥责你 我要谴责你 为什么不让我去睡觉 啊 明天我顶着个肿炮眼 我去上公眼 你让我 你拿什么赔 去到两点 去到两点 他说刘仙不要脸 一个全账你才过去五分钟 真有肿炮眼啊 绝对有了百分之百 我现在就肿炮眼 肿炮 肿炮 明天公演做做做做超V 什么呀 好辣好辣 我要放音乐了 我不管 我要来放一首欢乐的音乐 肿炮不好看 通宵到明天公演送音乐棒 这我代价也太大了 放什么音乐呢 放什么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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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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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什么歌呢 什么 要不行了 你快去睡吧 你快去睡吧 没事没事 你去睡吧 去睡吧 放什么歌呢 放什么歌呢 哎呀好难选啊 好难选 什么 我凌晨 我现在不会就我一个人播了吧 我不信 那我还是放那个吧 哎 哎 对我还是放我们不易的歌吧 因为他这样专辑我真的听太多遍了 蛮喜欢的 放我今天推荐的那首 三战神 谁呀还有谁呀 谁呀谁呀 但说实话 两点钟 还好吧 两点钟 跟我最高纪录比也还好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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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不征求这个啊 不征这个 我不征这个 征这个等定没用 柔软的心体 不忍被相信 依然等待被相信 丹的笑话 笑死了 花了好几百神了 二十块 哦哇天哪 下次给你们听更贵的 下次给你们听我另一个 另一个账号里边的P都是专辑一百多买的 你曾偷偷隐藏过的乐章 总会落在一个人的心上 是初恋也在海的某处迷茫 送孙女上去海南那次有到六点吗 我不记得了 就像你无一种未熄灭的灯床 也曾落在一个人的前方 对啊很贵 但我至今那张专辑我可能也就听了 不到十首吧 好像是个合集 我就是哎 首一块买了 买完之后我发现 好多歌我根本都不用 没有必要买 因为很多 因为很多歌免费都可以听 我干嘛花钱换一百多去买专辑呢 毁死我了 不常被提及 依然等待被提及 于是我们烈心软亮的温度 难以被蜻蜓 依然等待被蜻蜓 于是我们坦着柔软的心底 对绿日是什么 免费看 你也会发现 什么意思 我挺听懂 Green Day 哪个国家的 90年代 哇天哪 这也太有年代了 就像你一种未熄灭的大 也曾落在一个人的肩膀 1987年成立的 1989年组成的 1989年 还没成团的时候 我还没出生呢 但看样子挺 挺有影响力的 一觉睡到国庆去 好厉害 明天不上班 是哪个 老子明天不上班 那个吗 是那首歌 我只听过那个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三点就开门 开什么门啊 开什么门啊 对 跟今天一样的歌 一样一样的 我绝对你头都不洗了 我明天就顶这个发型了 放心了 我还是会洗的 没有那么那个啊 还是会洗的 会洗啦 哎 这什么个兔子暴力 兔子暴力是电影吗 对我那天就在剧场洗的 最后五分钟啊 两点零五下播 把这个歌听完哎 这个六分钟哎 我把这个听完下播 你看啊 你看啊 有片乌云飞过沼泽 你听啊 有只只要他过了河 这都是你看不见的 这都是你看不见的 也没什么 好困啊 好困啊 天哪 哈欠哈欠都要起来了 你要你有什么 你不困我困我真的困 你们今天就看公演 我们可是跳了呀 恨死了 明天是完成了 但是我还要洗 还要洗漱的呀 哦对 这个人不是打哈欠 在呐喊 应该是在呐喊 看他哎呀 我为了 打哈欠 谢谢巧克力 把这个放完就关 你曾曾忘忘 我 我记得 我认得 哦 哈欠真的是会喘喘的 救命啊 你 我明天还是在mc3哦 然后明天也是上跟今天一样一样的位置 好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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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就看 mcs 就用眼睛看啊 刘杰在问我 问我要不要去唠嗑 我说不 我要睡觉了 我怎么可能跟他们一起唠嗑 我下了直播我就立马洗脸刷牙睡觉 我不会去的 不会 我不会去的 什么 亲 会亲的 会亲的 明天白天亲的 总会找时间亲的 不吃东西 我撑了 撑了 撑了 人均三点水 哇哦 你把我们想这么健康 六点倒也不至于 五点也没有那么夸张 差不多三点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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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点会翻牌啊 这么厉害 我五点困得不行了 但是有时候我翻牌也会 也是会 四点不开始翻牌 翻翻就五点 谢谢七海娜娜七女 送的喜鹊闲之 发翻牌嘛 好 什么 给我发了翻牌 牛不牛 发翻牌能用牛呢 谁用吗 ok 我回你的时候说 我回了你翻牌 你看我牛不牛 今天赵天阳公演很精彩 是吗 好啦 这个马上结束了 还有20秒 我说再见了 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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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真的要下播了 真的要下播了 不要送全赵了啊 再送礼物 咱们 再送礼物 就 再送礼物 就等于你们送的啊 不续费了 再送礼物就传送了 好吧 走了走了 朋友们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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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再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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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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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好了 好了 拜拜 三 二 一 走走